这是一本90万字的科幻小说,却拥有最跨界最具分量的粉丝,这就是将中国科幻作品拉升到了世界水平,荣获科幻界诺贝尔奖余果奖的小说三体,正要精英以读它为荣,互联网大佬视它为行业宝典,一本科幻小说为何会被如此追捧? 世界读书日之际,对话独家邀请中国最热销科幻小说三体作者刘慈欣,与众多跨界粉丝共同感受一本书的力量 好,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也欢迎电视机前的各位每周的此刻准时收看我们的对话节目 大家知道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那么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也将围绕着一本书而展开 说实话,在我看来这本书并不是一个特别大众的书,但是它却拥有非常广泛甚至非常跨界的读者群 在这个庞大的读者群当中,不乏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 这本书登上了奥巴马的书单,让奥巴马在圣诞假里沉迷于这本暗黑小说之中 严重推荐,如果你对中国的历史感兴趣,你绝对也会爱上这本书 马化腾在公开场合多次推荐了这本书,并引用了其中的段落来解读互联网 雷军,把这本书看作是小米的圣经,并且在微博上大力的推荐此书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书,有这么大的魅力,让这么多的人为它而发狂,为它而着迷 天一是这本书的粉丝吗? 是的 有没有一种特别迫切想见作者的心? 特别想见 到了六到七遍左右 我围绕着这本书,大概发表过差不多也有十万字的文章在网上 那你身边的人都会受你影响去看这本书吗? 不能看这本书的人就不能交朋友 直接拉黑二话不说,是吧? 就没什么好聊的 我应该是很早读这本书的人 我是不喜欢看长篇的人 但这是我读过的最长的一本书 之前我跟雷总也推荐过,就雷军 后来我没有讨论了大概两个小时 我回去我又把它读了一遍 我在之前我不知道这本书 要请我拍这本书的电影 导演和制片部门说 张老师你赶紧看剧本 我看完了跟导演说 我导演,我干了一辈子艺术了 这次没看懂 词汇就给我绕运了 我女儿说,老爸你太土了 落伍了 对,你真是老了 这本书多好啊 赶紧看 我看了以后我懂了 我是这部戏的 里边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就是今天要上映的这部电影 所以说我也是粉丝 好多好多人跟我推荐 就是你一定要看这本书 他们这本书当然就是特别特别喜欢 然后也是我推荐给了 我觉得我自己大概至少买了 有可能20套左右的 有这套书 然后送给不同的人 我们在现场随便就可以找到 这么多对这本书非常热爱的一些读者 我先来揭晓第一个谜题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本书 它的名字叫 三体 虽然这本书真的很火 但是这位作者却很低调 几乎很少出现在公众的场合 更别说登上一个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了 但是今天他来了 掌声欢迎三体的作者刘慈欣 欢迎刘慈欣先生来到我们对话节目当中 现在我们已经是同志了 看过这本书的人一定知道这句话的出处 这句话是地球三体组织的成员们 街头时的暗号 也是当一个新的地球三体组织成员 加入地球三体组织的时候 老成员对新成员会说的一句话 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同志了 问一下这位小同学 你年纪多大 十二岁 十二岁 这本书看了多少遍 三至四遍 我自己都没看那么多遍 你想象一下 九十万字的一套书 它可以读三到四遍 谢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 对这本书的支持 对我的支持 你看现场已经坐无虚席了 而且为了让更多的读者 能够有机会跟你来接触 我们也开放了现场的虚拟观众席 也就是说 大家只要关注我们对话的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 进入到我们的现场 现在大家在屏幕上 其实可以看到这些虚拟观众席上的一些观众 他们提出来的问题 来我们简短的回答一下他们 我们看右下角 您现在这么火了 你还在娘子关火电站工作吗 娘子关火电站这五年前就不存在了 就关了 对对 你最喜欢三体刚中的哪个角色 说句坦率话 我对自己的角色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喜欢和不喜欢 与传统的文学作品相比 我那个小说中的角色它工具性更强一些 它个人方面的性格命运等等这些 不像在传统文学里那么重要 您读的第一本的科幻小说是什么 是在什么情况下读的 我读的第一本科幻小说是《如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 那个时候国内还不出版任何科幻小说 甚至没有科幻小说的概念 那是五十年代出版的 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你最喜欢的科幻作家是谁 对我的创作的影响的话 就是说它的影响并不太大 我最喜欢的科幻作家应该是阿瑟克拉克这个作品 来我们掌声欢迎大刘入座 2015年8月23号 第73届的余国奖的颁奖 不少的粉丝呢 大概是从这样的一个奖项开始关注到了大刘和他的三体 2015年8月 林格伦在太空中宣读了第73届余国奖最佳长篇小说获奖作品 余国奖是全球最权威的科幻文学剧奖 有着科幻界诺贝尔之称 这是亚洲作者第一次获此殊荣 三体作为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制作 将中国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度 三体由三部曲组成 讲述的是上世纪70年代 地球人为寻找外宇宙文明 向太空发出了电波信号 没想到却触犯了宇宙生存的黑暗森林法则 引发了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之间的战争 事实上 在海外走红之前 国内就已经掀起了一股三体热潮 受到来自科幻界 互联网领域等各界读者的追捧 销量近三百万策 创造了国内科幻出版市场的神话 也让一直偏于异于的中国科幻 进入到大众事业的中心 但是很多人非常感兴趣的是 究竟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写这本书了 首先促使我写这本书的 就是对这个 看过一个就是物理学上一个很有名的 很古典的一个问题 就那个三体问题 三体问题 具体它就是三个质点在自身引力之下作用 只在自身引力之下作用 我们就没有办法用现有的数学 或者物理的方法来预测 对它的运行进行预测 这个说起来很枯燥这个问题 但实际上你仔细想想 用网上一句话来说叫细思恐极 对吧 假如说一个宇宙就三个点 这么简单的一个宇宙我们都没有办法精确的去预测它的话 那么现在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这种 大自然大宇宙 我们怎么去预测的 就是这感觉很震撼这个问题 进而当然就想到 假如这三个质点是三颗恒星的话 那么在这么一个星系里面 生活的文明生活的人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这就是促使我写作这本书的促中 你在写前两部书的时候 应该是白天在火灵站上班 晚上回家创作 这样的一种切换会让你有一种割裂感吗 其实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特别 我们每个人都过着这样一种割裂的生活 只不过是他晚上回去不是写科幻小说 他可能是看球 可能是下象棋 可能是去钓鱼 他和他白天的生活仍然是截然相反 也是距离很大的 你大概每天会写多少字 业余作者写长篇 你必须要做的 就是说你写作的时间其实很短的 你要做的是先把这个东西在脑子里面都想好 真的要写的时候 你抓着大块的空余时间 那就跟打印机打出来一样 很快的 但是想的时间很长 可能写一部长篇大概三四个月 想的时间可能三四年都不值 都不值 所以为了成全你 后来火电站就给关了 就索性让你专心致志的工作 大概到第三步的时候 这个还真不是成全我 说句实话 我没有工作以后的写作时间 比有工作的时候少多了 为什么灵感突然间消失了 因为有工作它有个约束 你八点就得去上班 对吧 可是假如你在家待着 这东西你八点就肯定不一定能起得来 其实在书里面我们看到过非常多让我们耳目一新的词 你看面壁者 黑欲计划 猜疑猎 圣目光环 黑暗战役 行动防御委员会 基础物以 机器人质子 等等等等 其实科幻小说本身就是一个产生新词的机器 这个不光是三体是这个样子 因为科幻小说中所描写的对象 它可能是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对象 有些现实生活中的词语 你大概很难去表达它 这些文字你会先拿给自己身边的什么人读一读吗 这个绝对不会 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在作品写 写完之前 我不但不会给别人看 甚至不会对别人说这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每天他们看到你都完全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 这个是为了 因为至少对于我作为一个作者来说 对自己作品的信心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在中间 他看了你的作品跟你说了一句评论 一下把你这个信心整个摧毁了 那个结果是灾难性的 今天为了测试一下你现场的信心指数 会又出现一个人 我不知道他的到来会让你充满信心 或者说让你信心顿时被摧毁 来我们期待一下这位神秘嘉宾的出场 有请 回头看一下 还认得他吗 这不是简单的认识 他是三体的第一个读者 来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科幻世界姚海军 我们是老搭档 他是作者 我是编科幻小说的 就这样一个 关系很简单 因为很长时间 国内的科幻发表的原地都不多 科幻世界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地 手里还拿了一本科幻世界 这是为了打广告用的是吗 《达志志祖》带来是很特别的 刘思欣 他的短片处女作 发表在这一期 因为中国科幻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有一种模式 就是有一个发明 然后根据这个发明演绎一个故事 就他的相对来讲都是很简单的 但是三体展现出的这种足够复杂的这个世界 是一个突破 所以这本书是让你眼前一亮的感觉吗 他标出了中国人在幻想的世界里所能走出的最远距离 你觉得刚才姚先生的这个评价都中肯吗 这可我并不想谦虚 就是以前 你不用谦虚 我想跟大刘分享一个数据 就三体获奖以后 整个的科幻的类别 在展览上的整个的阅读量和下载量提升了一倍以上 另外就分享几个三体本身的数据 已经有几百万人在我们的平台读了这本书 其中第一是年龄跨度特别大 刚才我看到这个小粉丝12岁 在我们那里有更小的 可能只有10岁左右 年龄最大的可能有接近80岁 另外我们还看跟其他的书不一样的地方 是整个他的学历构成相对来说比较高 应该是90%以上是高中以上学历 其中有70%应该是读过大学 从整个行业和地域分布 我们看它是刚开始应该是在小众范围之内 然后是在科幻迷 或者是在一些IT类的人群里面 或者理工类的人群当中 但我们发现中间有一次这种爆炸性的增长点 基本上是渗透到各行各业 我们现在看这本书应该是 可以说把科幻从一个小众带向了一个畅销 或者是大众 因为这本书火了之后 书里面的很多的角色 很多的情节都被大家反复的提及 当然也包括很多的词汇 我们在制作今天这期对话之前 特别通过相关的大数据的统计公司来调查了一下 在不同的层级和不同领域的粉丝当中 他们提及率最高的几个词 黑暗森林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三体的一位铁粉 他用12分钟的视频讲述了这本书 我们截取了其中的一段 黑暗森林法则是指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 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 像幽灵般前行于其间 他必须小心 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前行的猎人 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 因为没法判断他们 会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 所以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先下手为强 开枪消灭他 所以在这片森林中 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文明 都将很快被消灭 其实说实话 我第一次接触到黑暗森林法则的时候 觉得它有点黑暗 就是一定要把宇宙写到这么黑暗的程度 黑暗森林它基本上是一本科幻小说 那么它提出的这个法则 它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它不是科学的结论 这是一个 第二点就是说 它是这种法则只适用于在宇宙空间的那种环境下 就是说在宇宙空间中间 由于巨大的距离 文明只坍缩为一个点 它已经没有细节了 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流是相当困难的 这种困难 一是由于空间距离的遥远 二是由于他们之间生物性质的差别很大 你像在地球上我们人和普通的猫股动物交流起来都困难 而外星人和我们的差别比这个要大多了 这种交流是很困难的 只有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 它说的黑暗森林的这个东西才成立 至于你说的 为什么非要把宇宙写得这么黑暗 这太简单了 我要是把宇宙写得一片光明 大家都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 你还愿意看那本书吗 那倒也是 那你说那个十二岁的小朋友 他读了之后 他的内心世界会不会突然间一案 这是我很想严肃的说的一句话 最近 特别是最近 我不断的收到这样的信息 就是说小学生在看这本书 甚至包括成都市的一所小学 还集体的孩子们写了封信给我 说他们老师让他们集体的去读三体 我觉得像这本书 它并不适合很小的孩子去看 这种充满黑暗色彩的这种书 你要那么小的孩子 脑子中他有了黑暗森林 这么一个世界模型的话 我觉得这并不太适合 所以 当然现场有小读者 但是坦率的说 我看到孩子看这本书 我确实高兴不起来 但他已经读了三个遍 对 所以 他现在还有什么 喜倾这个黑暗的庙方吗 就说希望我以后能写一个 光明宇宙的这个科幻小说 针对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个热词 黑暗森林法则 你们有什么想要跟大流探讨的吗 因为我觉得互联网企业当时读到黑暗森林法则的时候都是心里一惊 那个书里面表现出来黑暗森林是有三大前提的 第一个叫资源有限 就是整个宇宙的资源 这个它是有限的 第二个叫猜疑链 就是彼此之间交流是比较困难的 或者很长时间 第三个叫技术爆炸 如果没有技术爆炸的话 也不会有黑暗森林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你前面嘛 所以你不会有一天突然超越我 就算你跟我一起平行没关系 而且互联网行业这个技术爆炸是非常明显的 有时候公司可能很小 你没注意它 过两年回头一看它比你大了 读了这篇以后 我就一直跟创业者说 一定不要出去做演讲 因为你一发 你一发这个亮光 一枪就来了 对 有时候都不知道 叫消灭你 叫消灭你 与你无关吗 对 我觉得三体这个黑暗森林 给我最大的一个启发是 这个理论有很好的 包括像适者生存 和我们在人在社会里面的 这种社会博弈的结合 这个理论我看自己的理解是说 它其实出发点 大概是在1944年 这个冯诺一曼提出的 这个博弈跟经济学 仔细想想 我们每一个创业公司 跟不管是互联网公司 还是传统企业的公司也好 实际上这些博弈里面的 囚徒困境 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都会面对到 所以黑暗森林 其实除了在科幻上 我觉得在社会上 在创业上 都有很大的启发 老师请允许我 发表一点点的 偏冷静的观点 我更希望各位三体的粉丝 能够把这本书 当成一本钥匙 开启文学阅读的钥匙 我想这可能是我们今天 更重要的一个 讨论的意义所在 对于你这位创作者来说 写出或者说营造出 这样的一个氛围和环境 是一件容易的事 还是困难的事 这个我可以坦率的说 科幻小说很难 对我来说也很难 特别是能够让读者 让读者产生震撼的那种创意 十分困难 而且以后也越来越难了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 是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 任何一个奇迹 马上就可以让所有人都知道 在网络上 但是写作客观的乐趣 也就在这里 你要是真的能够得到 这样一个创意的话 特别你从中文 构建出故事来的话 你会感到 是一件很快乐的一件事 我们的第二个热词 关注度同样也非常的高 来我们看看大屏幕的展现 末日之战 是在我们的调查当中 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一个词 180年后 三体舰队派的先头部队 一颗水滴状的小型探测器 到达太阳系 此时地球上 虽然物理学仍然毫无进展 但是应用技术发展神速 人类建筑了大量的战舰 用来抵御三体文明的入侵 这一代人类信心爆棚 认为一定能战胜三体人 为了向三体炫耀一下 人类派全部舰队 去拦截太阜青 他们以为这样 就可以吓跑三体人 结果一交战 那颗水滴 以人类无法想象的坚硬和速度 瞬间击毁了数千艘太空战舰 人类舰队 全军覆没 其实末日之战当中 很多人会感兴趣于它的武器 就是一滴水滴 竟然可以有这么大的威力 其实这种状态 就是说 就是一个高级文明 就是和你差别很大的低级文明相遇的时候 他们发生战争 会是一个什么状态 这种状态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就出现过 而且多次出现过 我举一个真实的战例 就是说在这个 我具体就不点名 在非洲的 就是在十九世纪初 在非洲的一个殖民地 英国殖民地 有一个家庭 旧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是两个男人 一个女人 一个孩子 当时因为也不知道 他怎么惹着周围的这些部落了 有1500名 还是有的说是2500名 骑着马的非洲的土著部落 就包围了这个家庭 肯定是他没命了 要是这些人要是最后进攻上来 这个家庭唯一的一件武器 就是当时发明的 刚发明的马克信机关枪 他就用这艇机关枪 把那1500个人 三分之二全击毙了 剩下的那三分之一跑了 这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说两个相差 技术水平相差很大的文明相遇的 并且爆发战争的时候 它那个结局可能是让人目瞪口呆的 可能是很难想象的 我们 我想 这算是你的想象力的来源之一 对 这是来源之一 我们当时有一次做案例分析 就是说一个新兴的企业 出来以后 它以你看不懂的方式出来 你还觉得你很庞大 去面对它这个带差式的攻击 其实就今天很多商业战争当中的一个结果 就是一个很小的团队和很小的公司 它瞬间就把一个巨大的企业给击毁掉了 其实就是它以一个你不能理解的方式在运作 我们之前也找了一些水滴的照片 我不知道这个当中有没有包括你特别看好的 我觉得这两个都很靠近 二和四 对 它们的外形都很一样 他们俩涉嫌抄袭 因为水滴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几何图形 十分简单的东西 我认为大家都想象起来都很容易 来 谢谢 不管是什么样的电影 反正我觉得涉及到《末日之战》的时候 它们都会花很多的戏份 设计很多的桥段 我们拿出来看一看 你也可以批判一下 那些特别不靠谱的《末日之战》的 或者是未来战争的一种模拟和演绎 来 《末日之战》的《末日之战》之战 《末日之战》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 《末日之战》虽然它表现出了外星文明的能力 不像水滴这么厉害 但给人的感觉像一个高层次文明的感觉 比如它就像堆地球 就像清除一些害虫一样 就那么以人完全不可理解的方式来轰炸这个地球 《末日之战》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么一个镜头 就是好像有一个外星人和一个海军陆战队员 在一家门口的游泳池那儿打斗战斗 那个外星人不是怎么被那个人一脚踹到那个游泳池里了 然后那个人 那个陆战队员掏出一颗手雷扔到游泳池里 光就把外星人给炸死了 所以说有一个网友评价这个《末日之战》 是这么评价的 他说外星人推着水木流马 顶着锅盖 拿着信号枪就敢攻击地球 说这太胆大了 看完《末日之战》这一段的时候 发现人类当时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傲慢 我看完之后是一种很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所以在后面说 当人类真正意识到整个 这不是两个武器之间的对决 而是两个文明层次之间的对决的时候 其实你会感觉到背后那种深深的良意 所以《末日之战》这件事情 应该是所有科学科幻史上 我认为是造就的最伟大的一场战争的情景模拟 其实不管用什么样的武器 相对于武器 我想人类可能更关注于 这样的战争真的发生之后 留给我们的命运究竟会是什么 今天我们在现场来展开一次换位想象 看看谁的想象可能更有科幻感 来 旋转之后的换位马上开始 刚才是大刘坐在了我们的对面 现在我们把现场的五位嘉宾 转到了刚才大刘所在的位置 你们现在要把自己当作科幻作家 想象一下 末日之战之后 等待人类的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存之道 想象开始 因为我是一个用行动去实现的 成都的这个 我方锁上面其实是做了一个方舟 其实是用铜花了12吨铜 做了一个方舟 其实那个也是中间有一个穿梭机的概念 那上面是玻璃的 下面是铜的 其实我的想象很想回到 真正的末法时代的 先知时期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对着末日之战 面对着更高级的文明 首先大家有的是一种无力感 我们又想一想 当我们还是地球主人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对待其他的物种 包括其他的资源的 科幻作家太难当了 可能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地球本来就已经被毁灭过一次 我们看到的金字塔 可能就是以前留下来的 这个时候我们在有我们原来的文明的人类 然后跟我们一起去拯救我们现在的新的文明 然后一起建立更高的地球的文明 我相信这是一个混合涅槃的过程 大刘到底会最看好刚才的哪一个版本的续写呢 我们在旋转回味之后 马上为各位来揭晓答案 大刘你这一圈转的感觉还好吗 还好 刚才那个晕的又反过来 你比较看好哪一篇呢 我还是更看好那位 就是他说的那个 就是可能末日之战之后 就是说 想一想我们地球上其他物种 面对人类这样一个文明的命运 我们很可能会遭遇到这样的命运 想强调的一点是什么 在其他的文学中 这个人的死亡 或一个种族的灭绝 或整个文明的灭绝 那肯定是一个天大的悲剧 对吧 但在科幻小说中间呢 我们从几十亿公里以外 在看地球的话 不过是一粒发光的灰尘而已 所以这粒灰尘它存在与不存在 当然它的消失也是悲剧 但这种悲剧色彩就淡多了 什么东西都是有一个终点的 你得去接受这个终点 你不要在潜意识中认为 我们人类会永远延续 这个从科学规律上来说 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 我们迟早会有一个终点 科幻文学的很大功能 就是让我们去接受这个事实 在这个自然规律不断延伸的过程当中 在我们走向终点的路径上 可能你还会遭遇到下面的 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 或者是特殊的方式 这也是我们在大调查当中 得到的第三个热词 这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看 降维攻击 我们继续借助刚才那位网友的视频短片 给大家做一个呈现 来 请看 宇宙神奇文明之一的歌者文明 在经过太阳系时 发现暴露的人类文明 于是准备用二项钵倾一下 二项钵可以是太阳系 从三维瞬间降为二维 也就是所谓的降维打击 具体是什么效果呢 一个苍蝇拍在窗户上 一个巴掌过去 拍击 苍蝇被拍点 就是这样 毁灭你 与你何干 我觉得他这里拍苍蝇的创意还挺好的 大刘你觉得呢 这个很生动的 但是苍蝇你再拍 它还是三维的 它不是二维的 他把它拍扁了 它是有一个厚度的 再扁它总是有一个厚度的 真正的二维物体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就是我记得科幻世界有那种专门的科普小栏目 你们就提到过 好像说蚂蚁是一种二维生物 就是它的眼睛 你是不知道人类的存在的 因为它只能看到这种单线条 它看不到几何的立体 这样的一个图形 所以就是说这种 刚才我特别同意大刘老师提到 就是在这种不同维度之间的 这种宇宙时空背景下的 所谓的一个文明的 它的存续 它的生存 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在某一个维度上 你觉得无法统一的东西 你在一个更高度维度上看 可能还是一个事情 所以就是说 包括我自己创业 我发现 我就尽量去找一个更加低点的维度 然后想办法 把一些这种高位的东西给投影 在低点的维度上面 或许可以找出一些答案 因为怎么说 一旦涉及到维度 特别涉及到高于三维的维度 无论是对我们的想象力 还是对科幻创作来说 它都有一定的障碍 因为我们只能想象出三维的世界 三维的空间 高维的空间 不是说我们想象力不够 它就不可能被想象的到是什么样子 我们只能通过一些 适时而非的一些形象性的描写来去展现它 包括前年还是前年 把星际穿越那个电影 最后试图展现 那个五维空间 那个场景 我觉得那个也是 确实很不精确的 具体的你说的宇宙的维度继续降低的话 确实我们没有仔细想过 降到一维是有可能的 它那条线会是惊人的长 是极长的一条线 如果降到零维的话 会不会就是说 它变成一个基点 开始第二次大爆炸 会产生一个新的宇宙 就相当于那个 那个时针拨过零点 然后就是过过十二点 又到了零点了 会不会成为这么一种状态 我自己其实一直以来 有一个很大的心理障碍 就是我觉得刘老师可能 这辈子不会再写科幻了 不只是刘老师 我觉得人类本身 可能都没有办法 再写出一部科幻作品 超过三体现有的尺度 但是三体很好的 是像一个中国的笛子一样 它上面有很多孔 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些空白的地方 可以还有很大的想象力 发挥的空间 所以我也很期待说 下一部像三体这样 能够重新激发大家想象力作品 在哪里 是不是刘老师 我不确定 因为科幻小说的故事资源 来自于科学的发展 科学的每一步发展 它对这个宇宙 对世界规律的 每一个深化的认识 都会给科幻小说 带来无穷无尽的 这个故事资源 所以你说的以后 或三体以后 会没有更震撼的科幻小说 我觉得这个不用担心 因为科学本身其实就是一部最好的 最优秀的科幻小说 只不过是我们看不懂它而已 在科幻小说当中 是不是也会给人类来描述未来宇宙文明的一个边界 在你看来这种宇宙文明的边界存在吗 如果存在的话 你曾经设想过它边界在哪里吗 这个问题就是说 首先就是月初科幻之外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连宇宙中出我们地球之外 是不是还有生命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更难以知道宇宙文明的边界在哪 但是就回到我们谈的这个话题上来说 我觉得宇宙文明它强大到一定的程度 它可能不只是去认识宇宙规律 它很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宇宙规律 这个就是降维攻击它最初的一个想法 也是它最初的来源 有的时候你看现实 你会发现所谓的降维和升维 并不仅仅是一种科幻世界当中才有的情形 在现实生活当中 尤其是在互联网的时代 似乎也是我们必备的武器之一 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就关于企业战略的 就引用了这个 我当时就叫升维思考降维打击 我举个小例子 大家也更能理解商业社会 这种降维 我们去台湾 我们现在在台北的101大楼 整个83层我们租下来 做移动互联网的研发 然后台北的前十个员工都是我招的 我去的时候跟每个员工 他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都是 免费怎么挣钱 解释到第十个员工以后 就开始不解释了 我说这句话在大陆 心都累了 对 我说五年前还有人问 现在是没人问的 因为在他们觉得半导体手机 每个东西都有利润才行 羊毛塑在猪身上 这个他是不能理解的 所以有的时候 每次去台湾就觉得 好像就大陆是通过一次降维的 这样的像互联网这样的方式 一下子跨在前面去了 他这种不能理解 就使得他其实是被打击了 像这样的一种思路 真的被广泛的运用在了企业界了 天一我听说你参加过一个类似创业营 大家就是用降维攻击的思路 作为了教材的一个最重要的亮点 就在李山友教授 我们都在跟他一块上课 然后三体其实是整个创营 大家都很喜欢的一本书 然后山友教授还特别给我们提的 叫高维简易率 就是说比如说时间和空间 你在某一个维度上看这两个事 可能不拉嘎 但是你拉高维度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在更高维上 这两个事情可能它是一样的 或者是可以互相有一些关联性的 所以由此他引致出的一套商业逻辑 其实刚才像富盛总说的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当你把你的整个商业的思维和逻辑 拉高一维的时候 然后你再去看一个 可能说比你相对要低一个维度的商业体 你在对它进行一个相应的攻击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会出现那种 魔人之战的那样的一个整个这样一个 摧枯拉朽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和场景 你看刚才他说三体当中的这些很多的观点 包括降维攻击都成为了一个商业的方法论 你看到这样的现象 你会有什么评价吗 这是你所想象的吗 首先就是说我写这些情节的初衷 这么一个设想 就是说一个超级的文明有可能改变宇宙规律本身 但是确实没有往那些方面去想 从我的想法来说 我写书的时候我很固执的认为 不管是黑暗森林这个原理也好像 这个原理在人类社会是不会发生 我倒是确实没有像那个方向 就是说我把你拉到市场竞争的低层次上 然后再打败你 但是商场如战场 所以他们可能真的就借鉴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可能目前互联网行业的 它的这种行业状况 可能和有母血 不能说是真正逻辑上的 母血某种感觉上的相似 我觉得 你面前还有两位 我觉得可以不妨问问他们 两位的工作都跟书有关系 当然毛总的事业范畴更广一点 但至少有一部分书 它的书是放在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传统的实体店当中的 而张总的书 海量的书是存在云端的 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阅读书的方式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会遭遇到来自于电子书的攻击吗 其实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我进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11年开业的时候 然后前一个星期是光顾作用倒了 就是接二连三无数的书电倒 就是每天都会有可能很多书电倒 但是我们是每天每天都在增加 其实基本上都是每年多按两位数的数字在上升 有些东西是没法代替的 互联网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 就是身为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但是人总是被地球引力给吸引着 他永远要站在地球上面 还不是浮在工程上面去生活 那其实两边都需要 你旁边的这位互联网的从业者已经憋不住了 对于这些实体书电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你们手中有二项簸吗 这是逼着我们得罪人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我觉得 首先是我们跟传统书电之间应该 这是互联网的特性 没有办法 应该是有一次身为的 很难想象 就是说有一个实体书电 它每天可能能进去1500万人到2000万人之间这样一个数字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传统书电之间的这种身为 但近期我们也观察到一些有意思的一些数据 包括其实我们发现买了电子书的人 其实他还有很大一部分比例 这个大概在20%左右 他其实会去买实体书 他不仅是三体这本书 他的销量高 其实他带动的是整个科幻 这我相信的是就整个 刚才说的互联网对传统肯定是一种身为 我们现在无法在现场知道 未来你们谁会走得更远 但是至少知道像三体当中的一些概念也好 理论也好 已经在现实的商业环境当中有了一些扎根 我们也摘录其中几句 来看一看 首先你看看人类历史 就是我们不从商业和经济角度看 我们就从整个历史的政治 文明之间的冲突看 在人类历史上也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期 就像现在的互联网商场一样 就是全凭实力竞争 我清清楚楚记得那么一件事 就是大概是前年吧 苏联的一艘那个核潜艇 俄罗斯的一艘核潜艇 他航行到北极点 然后在北极点上插下了一面 那个俄罗斯的金属的国旗 这个新闻刚出去 那个加拿大的总理就说了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那种时代 你在什么地方插个旗 那个地方就是你的了 那种时代早就过去了 但那种时代确实出现过 互联网它作为一个新兴的 飞速发展的行业 它现在是一个新生事物 所以它还是处于一种 像我们人类历史上那种野蛮竞争的 那么一个时代 但是我相信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 随着历史的发展 互联网行业可能会慢慢变得 有次序有规则 我倒不觉得这只是互联网的 这个行业是这样的 其实在传统行业里面有很多 只是没有用这样犀利的语言表达出来 我也不认为今天互联网是没有秩序 才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猜疑链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你看今天互联网最早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离得比较远 所以猜疑链很强 今天你看互联网公司间互相投资 我觉得互相投资的本质就是减少猜疑链 建立生态系 就是投你是找朋友 你介意不介意这样的一个被很多人追捧的书 在个人的理解当中会被一些错读 会被玩坏等等 我个人认为从本质上说文学作品是不存在什么错读的 因为它本来它就是一个广场 你从哪个门进去 从哪个门出来都行 看到的风景也不一样 对 作者的成功在于 你把这个广场弄得 就是说一方面让更多的人进来 第二方面让人每个人进来的 从不同方向进来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感受 在大屏幕上提的这个问题里 我觉得还有几个问题需要你来回答 您创造的成欣这个角色 很多人觉得特别完美 这是你心目当中完美女性的形象吗 在现实生活中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性 我再次重申一下 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谈话节目 成欣他从本质上说几乎就不是一个人物 他是一个符号 他的符号就代表我们现实中 我们在普世的观念下认为很正确的那些东西 道德 价值观 你在创作成欣这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没有亲注很多的情感 不光是这个角色 大部分角色都是如此 就是说这个是和确实是 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是确实你就是这种写作习惯 我还是想问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度挖掘 云天明 叫云天明 对陈欣的整个叫宋台和星星 然后相当于是用了他所有的生命来献给他 但为什么要描写这么悲情的爱情 换一个更时髦的词叫虐心 其实你说的这两个人之间的爱情 他主要想表现一些什么呢 他的初衷 主要是想表现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悲欢离合 是闽心刻骨的爱情 与广阔的时空来比 他是多么的渺小 在宇宙的力量的之下 个人的悲欢离合 尽管你自己闽心刻骨 感到是你自己的一切 但实际上在那样强大的力量面前 你显得十分的微不足道 就是表现一种力量的对比 因为我的小说最常用的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表现宏大与渺小的 强大与弱小的对比 我这个人在阅读的时候有一个习惯 就是对一些没有找到问题答案的这些段落 会重读一遍 比如刚才这个当中的最后一句话 在现实生活中 你喜欢的类型女性 所以我一般不会忘记 我会把它再翻回去 只能说你每一类不同的女性 都有她的特点 有她的美的地方 有她的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还是那句话 在我写回到我的小说中 那些女性人物 并没有带入自己过多的带入感 生活当中你的爱情是一种什么类型的 没什么特别的 更没有什么文学性 你就想一个像我这种60年代出生的人 80年代初上大学 然后上完大学 按部就班的进了一个中央企业 然后在这个中央企业居然二三十年没跳槽 一直干到这个企业把它干死了 这么一个人 他是个什么样的爱情 这还想不出来吗 您个人的阅读时间 跟翻阅朋友圈之间的时间比例是什么样的 100比0 不愿意那个就说 炫耀这一点 我并不认为这没有微博是个什么好的现象 因为作为特别作为一个科幻作家 我认为应该跟得上时代 而且我也不认为微博 这些东西就是像人们看的是洪水猛兽一样的东西 但我之所以不用微博 实在是因为没有精力 确实是 很简单的一个原因 我相信大刘 微信我说错了 对 我正想更正一下 因为大刘确实是不用 你看他把朋友圈直接安在微博里面了 其实那是在微信里面 所以其实他在哪不重要 因为反正你都不用 刚才我也看到现场或者是场外 有一位观众发来的问题 就说读书到底对人有什么用 我只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就说假如你是个亿万富翁 你买下了一座摩天大楼 大概有几百层像迪拜塔那么高的 那你一辈子只在地下室的一个储物间里住一辈子 你觉得是不是挺亏的 这不是一种很可怕的生活 对吧 这就是读书的作用 让你能够从储物间走出来 看看这个大楼 这是一本九十万字的科幻小说 却拥有最跨界最具分量的粉丝 这就是将中国科幻作品拉升到了世界水平 荣获科幻界诺贝尔奖 余果奖的小说三体 正要精英以读它为荣 互联网大佬视它为行业宝典 一本科幻小说为何会被如此坠捧 世界读书日之际 对话独家邀请 中国最热销科幻小说三体作者刘慈欣 与众多跨界粉丝 共同感受一本书的力量 曾经有人问过我说 当你看到三体描述的一切 跟今天几乎完全不一样的未来的时候 你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但是至少我还读到了这当中的诗意 因为这本书在《非夜》上有这样的一些文字 它说宇宙的田园时代已经远去 昙花一现的终极之美 最终会变成任何智慧体都无法做出的梦 变成游吟诗人缥缈的残歌 在这一刻你会发现 它已经跟科幻无关 它和现实无关 它和功力无关 它只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共鸣有关 这其实就是我们跟书之间的故事 那是只有我们自己才懂得的 才看得到的化学反应 这是一本九十万字的科幻小说 却拥有最跨界最具分量的粉丝 这就是将中国科幻作品 拉升到了世界水平 荣获科幻界诺贝尔奖 余果奖的小说三体 正要精英以读它为荣 互联网大佬 视它为行业宝典 一本科幻小说 为何会被如此坠捧 世界读书日之际 对话独家邀请 中国最热销科幻小说三体作者刘慈欣 与众多跨界粉丝 共同感受一本书 今天我们这期的对话 是关于三体的对话 但事实上它更是关于阅读的对话 但是我们想要传递的是 无论这个时代变换的有多快 你的脚步有多么的匆忙 你都争取更多的机会 去和一本书有一次美好的相遇 我记得大刘曾经说 如果人读过他的三体之后 有机会去仰望一下星空 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所以真心的希望 坐在电视机前 正在收看这期节目的你 能够有机会 打开自己的心扉 走进书的世界 去仰望一下 你有可能达到的那个方法 这期节目 加密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